以前真的找得很多 現在變得找得很少 她說她不夠做 她說不用我住 可能是暴動的問題 除了生果金 她去哪裏救濟化 過去六個月 很多居民有失業的情況 另外有些是老闆可能說要開水封 我想政府真的要把他們輸困的措施要加快 不可以… 那步驟 你說完之後那一刻已經很困難 就算是半年了 整個港亂到現在 就很難賺錢 沒有人請 因為經濟不好 就算是示威人士也很想說 我們現在說的民主問題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大家有甚麼私人問題 或者你自己的民生問題 都要放下 有些可能不知道基層的困難 很窮人士 其實他們沒有甚麼資源 沒有甚麼權力 所以他們都會 基本上要發聲的機會 都沒有甚麼在這裏